大家好,我是塔岛哥哥 在这一集中,各位将会看到 伊丽莎白是如何在大象的见证下 成为联合王国新任女王的 大约六万年前 现代人类的祖先成群结队的第二次走出非洲 两万年过去了 人类遍布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自此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 延续至今 1868年的某一天 一群看起来和当地人相貌迥异的白人 再次踏上非洲这片神奇的土地 自此开启了日不落帝国 在非洲大陆上的殖民扩张 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 西方列强在非洲共计占领了 256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整个非洲的面积 也无非只有3037万平方公里 1952年初 伊丽莎白和丈夫菲利普 也踏上了这片土地 代替父王 慰问他的子民们来了 他们的首站 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比 东非地区最大的城市 也是非洲最大的城市之一 在2019年 全球城市500强榜单中 内罗比名列第107位 给你个参照标准 排在第106位的是重庆 剃刀党老巢伯明汉 排在第112位 这也就是说 新疆的孩子们上学并不都是骑马 伊丽莎白怀揣着紧张的心情演讲完毕之后 和丈夫一同检阅了 由各位部族领袖所组成的列队 菲利普指着一位部族左护法胸前的战斗勋章说道 呀哈你竟然有这美 你这是从哪偷的 然后还指着酋长的王冠说道 哥喜欢你这顶帽子 真心别致 酋长像看傻叉一样的看着菲利普 莫不作声 在世界另一端的唐宁街首相府中 外交大臣安东尼在会中质疑了 丘吉尔现行的经济政策 而丘吉尔鸟都没鸟地 直接甩手走人了 爱德里对安东尼说 该让老邱下台了 他滚 你上 安东尼说 我上 我上 我怎么上 人民把他选上去的 你让我怎么上 爱德里说 你要不上 你就跟他一起滚 这个爱德里 正是在丘吉尔之前的上一任英国首相 时任工党领袖 待伊丽莎白和菲利普来到下榻的酒店之后 在门口等候多时的人民群众是家道欢迎 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鸿旗招展 人山人海 来 让我们看看这阵势 这是我吗 谢谢你非常多 哎呀呀 这孩子怕是没有读过安徒生 对皇帝的新衣上缺乏一定的了解 你个寡袜子 说了多少遍了 多读书 你看你妈一会儿回去怎么收拾你吧 等到了晚上夫妻二人用膳之时 当地的非洲人拿着精美的西式餐具 为他们二人服务 一旁的菲利普看着这小伙生疏的手法 当即亮出了他的家藤圣手 一面比划 一面对小伙说道 来来来跟我学 直接用手加就行了 哥也是个普通家庭的孩子 咱没那么多讲究啊 在另一处的普通家庭里 国王乔治的二女儿玛格丽特 则跟汤森德勾搭到了一起 玛格丽特命令道 闻我 汤森德四下一瞅 嘿嘿 没人 开整 不料 这一幕被大内总管汤米 逮了个正招 不一会儿 安东尼前来求见国王 他对国王说了一堆丘吉尔的坏话 意思也是再明显不过 你看是不是咱把丘吉尔搞下去 换我来当首相玩玩 国王则对他说 年轻人 别慌 等他任期结束了 再换你玩也不迟 由此看来 这安东尼为了想上台 也确实是没有别的招了 方才出此下策 因为从理论上来讲 国王是有权力 单方面罢免首相 但是 自打君主立宪以来 迄今为止 英国历任国王 还从未有人使用过这一权力 乔治六世 肯为安东尼爱登开这个先河 快拉倒吧 而伊丽莎白这边 此时也遭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一只大象 用富有进攻性的气势 拦住了英国人的去路 似乎想要证明 他们才是这片土地上 真正的主人 向导对伊丽莎白夫妇说 我吸引大象的注意力 你俩赶快跑 而菲利普则站出来说道 不 我掩护 你们撤 说吧 菲利普成功地吸引了大象的注意 然后对他说 淡定 淡定 You are the king 这之后 大象一看菲利普服了软 还真就扭头走了 等到了晚上 伊丽莎白和丈夫商量着 等这次巡游结束之后 就准备和菲利普 回马尔他继续生活 他会想办法 说服自己的老爸的 马尔他是一个 位于地中海中心的小老国 1814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直到1964年才宣布独立 又过了十年 才正式成立为马尔他共和国 2004年加入欧盟 在历史上 菲利普曾任住 马尔他的英国海军军官 在他的军旅生涯中 也有伊丽莎白常伴左右 此外 马尔他也是伊丽莎白和菲利普 都明月的地方 在那里 有着二人大量珍贵的回忆 就伊丽莎白自己承认 马尔他是他心目中 除了英国以外 唯一一个被他称之为家的地方 然而 对于伊丽莎白来说 在1952年2月6日这一天 他真正意义上的家 没有了 自己的父亲 联合王国国王 乔治六世 在自己的睡榻上 安然辞世 享年57岁 国王的死讯 很快传到了 各位王室成员的耳中 也于第一时间传到了首相府 并通过媒体 传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 也少不了国王的长女 伊丽莎白 亚历山德拉 玛丽 文莎 家族的二女儿 玛格丽特 紧握着父亲的手 气不成声 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父亲死后 父亲的贴身侍从 汤森德 则极有可能重返皇家空军 继续工作 于是他准备跟自己的母亲 走走后门 想法把汤森德 继续留在宫中 然后他骑着快马 在一处幽深僻静的场所 和汤森德进行了一场 持续时间不祥的约会 他对汤森德说 父亲这一死 今后你便是我唯一的依靠 远在非洲的伊丽莎白和菲利普 此时也收拾行囊 准备返回伦敦 秘书马丁对伊丽莎白说道 现在您得决定您的名号了 比如您的父亲 原名叫做阿尔伯特 但是继位之后 他选择了乔治 再比如您的叔叔 爱德华巴士 他的原名叫大卫 但是他敲定了爱德华这个名号 所以您准备叫什么 伊丽莎白说道 我不改 我就叫伊丽莎白 马丁文言立即说道 Long live Queen Elizabeth 待一切收拾完毕之后 一群人站在酒店的门口 为伊丽莎白送行 因为他们知道 如今他们送别的人 不再是公主 而是一国之君 当地的一位领袖归在地上 也用独特的方式 向女王表达了自己最为崇高的敬意 在车队离去的道路两旁 酋长带着自己的不足 也赶来为女王送行 伊丽莎白在车里回头望向他们 内心五味杂陈 在白金汉宫内 大管家汤米找来了汤森德 对他说 太后准备让你去给他们家当审计员 但我觉得这工作不适合你 你是一名空战英雄 应该重新回到部队去服役 所以我的建议是 请你离开王宫 而汤森德当然听出了汤米的弦外之音 纵使自己本是一个有家屎的男人 现在又有把柄攥在汤米手中 但他还是态度坚定地 拒绝了汤米给他的建议 等伊丽莎白的专机抵达了伦敦的机场 一行政府要员早已身着黑衣 等候多时 王室工作人员也给伊丽莎白 送来了一身黑色礼服 以及伊丽莎白的奶奶 国王乔治的母亲 为他亲手写的一封信 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维多利亚 玛丽 奥古斯塔 路易斯 奥尔加 宝林 克劳丁 阿格尼斯 又称玛丽王后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伊丽莎白现在已经被伊丽莎白女王所取代 这两位伊丽莎白 今后会在你心中频繁地争斗 独霸信件 女王的秘书马丁自此也被汤米所取代 汤米成为了新一任君主的首席秘书 汤米对赶着下飞机的菲利普说道 你等一等 得让女王先下飞机 就这样 从这一刻起 菲利普正式成为了站在女王身后的那个男人 而在首相府内 以安东尼为首的一群政客逮楼 正望眼欲穿地盯着即将发表公众演说的丘吉尔 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 丘吉尔这场演说指定得搞砸 真不知诸位老哥哪来的信心认定丘吉尔会搞砸 作为一名曾在二战时发表过 我们绝不投降 绝不屈服 我们将战斗到底的著名演说家 丘吉尔在这种事上能搞砸 简直天方夜谭 于是 丘吉尔透过电波 再次发表了一场旷爵仪式的经典演说 狠狠地抽了等着看她笑话的人一个大嘴巴子 本集的最后一幕 是一袭黑衣的玛丽王后 迈着步履蹒跚的步伐 一步步走到伊丽莎白面前 异常吃力却又分外坚定地向女王星屈膝里 这一幕的庄严与震撼 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唯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 换新天 第二集 晚